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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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下午的日文必達環節 那家庭觀眾把握機會 因為這一節就是最後的Q&A 有事想問郭Sir就可以拿起電話 我們的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就比較方便些 先和郭sir谈谈港交所方面的情况 因为港股方面的成交不会放弱下 现在来到不够20分钟的时间就收市了 看到现在恒指大市的成交今晚720亿都未到 所以受影响港交所的势头比较疲弱 再加上有劝伤 今早见到有份报告来自美人美丽的大幅报告 就说削減港交所的目标价三成四 亦都将它的评级下调了 去到就是顺于大市的 因为都非常倚重股市的成交量 而六成的港交所的收入都是来自大市的成交金额 先问郭sir的意见 如何部署港交所的情况 之前好像想去280元买 当然经过这个跌市当中 现在好像没什么人还想去买港交所 是不是一个买入的良机 但似乎大行不是这么看 其实暂时来说都不应该抱着任何的憧憬 你买来是短炒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说法 我一直坚持一件事 股份如果今天买明天走 今天买下个星期走 不要紧 摸一个技术上的防守性低位先 万一不对板跌穿什么价 我做个止损 这些是纯投机 炒波幅 但如果说中线的部署 一定要看基本因素 过往港交数 287、288、289 因为成交金额不断增加 而且当时A股仍在高台 但大家不可以不看A股 A股由5178点跌到3373点 不要说跌幅多少 你只是市场因为这样的下跌 而蒸发财富 根本上属于天文数字 有些说是20多万亿 即是说是比较喜欢去炒 或者是比较炒得的一批资金 已经被蒸发了 譬如这样 如果你说深广东推行 如果你说没有这个跌浪 内地股民或者一路参与股票买卖的炒家 都还是大把钱的 有部份的资金 如果是通过这个机制 或者任何途径 到香港作一个投机也好 作一个部署也好 其实市场还是很热的 但问题就是那批资金 已经是亏损了 有些部份已经蒸发了 甚至全部蒸发了 就算你通的话 它都没有更加多的钱 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多的钱 是下来香港作一些部署 为什么不会影响到香港的投资信心 和成交呢 再说了 上周五 周四 成交金额900多亿 到这个周一 二三这三天 都只有800多亿 今天现在有700多亿 到尾 我相信也不会太多了 在这样的700多亿 800亿 或者900亿的成交金额 是支持不了港交所的股价 作进一步的趋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很早前 六百多亿七八亿 很静很静的时间的市况 港交所股价多少 是八六八七八八 大家想想 甚至会150 一八六十元 因为当年成交是比较淡静的 后期有胡广通 开始有些憧憬 上回八七八八八八八九 之后就冲高了 两个三个交易天下 已经去到190元 升到上去是300元 这样升法 互广通 憧憬有深广通 资金一到港 那时候 二千多亿三次的成交是个常态 甚至包括我本人都认为 一旦深广通的时间 香港的成交金額 股市成交金額 随时三千亿三千八亿 甚至乎更加多 那一分钟 内地戶心两地的成交金額 是2万4千亿人民币 这个等于2万8千亿港元 相对香港来说 那2千亿只不过是10%都不到 但是股市跌了 真的有个财富效应被蒸发了 所以未来我不觉得有太多的资金 会由北水南下 一定会有来 但就不是说太多 起码还有一段时期才能够见到效果 那你港交所的股价 很依赖成交金额 你的市场淡静 没有成交金额 那六成以上的收入 是来自成交金额 交易征费的 那你没有的话 老老实实 你凭什么支持到股价上升呢 相反来说 市场淡静的话 港交所面对的压力是最大的 因为现在的价格 相对成交金额来说 你仍然是高的 所以大航的报告出得比较保守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说已经拿了港交所 就当然是无奈 但现在这一分钟 好不好呢 220元博 然后博上回280元 280元 如果你这样看法 即是基于投机 不要紧的 市场仍然仍然在 二万五千点上 不排除真的有10元 8元的上升 一看不对版 你什么呢 是指示先 你是纯炒的话 你每人去10元 你就预回8元的风险 如果你说 作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的投资 以现在的成交金额来说 也不足以支持港交所的股价 再作一个升浪 或者一个有幅度的升浪 投机这些技术上的炒麦另计 就是说没有基本因素支持 其实港交所股价 会稍微走得比较慢 市可升的 没成交隔压 因为升几张级头 已经升到 近几个市驶到二万五千六百三十四点 但是成交有没有多度 一直都没有多度 那就是說 成份股升 不是代表港交所股價可以升 大航說它會略為跑輸大肆 可能正正是這個原因 我的看法都比較認同 我始終最實際 我看成交金額 成交金額能夠回暖 1,500億、1,600億的話 港交所借一些意推上2,400、2,500 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因為始終就有心講通 始終人是向好處那邊想的 但是如果那些成交金額 只有700幾百百億 老老實實 股價最多是整股在等便 期間就算指數進一步向上限 甚至升上25,600、25,700 港交所股價很大機會 都仍在幾元的波幅裏面 原地踏步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郭Sir提到 港交所方面都很受到成交金額 可能要等一等 始終市況的氣氛不是太遷 跟進這份報告 美人美林 除了港交所的目標價削減三成四之外 反而呼籲大家可以留意一些 港資的勤雙股 或者一些勤雙股 想問一下 因為如果成交金額偏低的話 照計勤雙股都不會好得去哪裡 反而美人美林就說 他其實已經調整了很多了 他們的股價好像拿665海通國際 又或者國泰軍安1766為計 他們的股價來講 調整了四成那麼多 他們的股值已經很吸引 所以亦都將評級由中性調到去買入 不過目標價稍微調低了 分別是看6.2和4.1 如果成交金額偏低的話 照計沒理由大行都叫我們看勸雙股 補充一點 剛才的國泰軍安是1788 好了不要緊 如果你說本地的券商股 與港交所作相比的話 我的看法就有一點差別 沒錯 如果整個大市成交金額持續低迷的話 港交所固然會比大市慢 我又不覺得券商股會特別好 這真是老實說 因為券商股很多是 有些孖展的利息收入 有些是交易的佣金收入 還有其他的收入 其實最大的收入都來自 融資即是孖展方面的利息收入 還有佣金的收入 市是旺的 做孖展的一定是多的 佣金收入的利息收入一定是豐厚 交易上的量是大的 佣金收入亦都豐厚 如果兩者都萎縮的話 老老實實 股價當然會有少許受影響 如果港交所是疲弱的話 捐商股我覺得也不會升得太多 例如海通 665元 現在是5.02元 5.03元 一年的高位是9.2元 9.2元跌到5.02元 已經跌了四十多個巴仙 接近50個巴仙 如果市長期都是 交頭都是七百多八百億的話 就是說佣金收入會進一步放慢 在市場這麼低迷的時間 就算是想做孖展掌貨的 大家都想清楚 甚麼時候會勇於做孖展呢 我覺得市場是升的 量是大的 我借多些錢買多些來做一個炒作的話 個個都會這樣做 相反市場這麼低迷的 又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升的 陰下陰下這樣 牛牛皮皮 你買少許就沒有錢賺 你買得多有錢賺嗎 都是沒有錢賺的 那怎會有借 所以很可能 捐商股 尤其是本地捐商股 都會略為受影響 不過幸好 一件事就是 估值那方面不算太貴 例如好像665 它的估值以往值來說是13.5倍市盈率 我說清楚 這個是往值 不是現在的 換句話來說 它仍然有一個參考的價值 不過 國泰軍安 一開三之後 現在就下三個二號三 乘三是相對舊價 大概九個多元錢 高位來說是接近十六個多十七元 就是說下調的幅度已經相當多了 以往值來說 23倍的市盈率 都略為高一點 有些好像其他券商股 分別都是 抹著抹著 十多二十倍的市盈率 不算特別高 但是老老實實 現在這分鐘 如果你買少許做部署就不要緊 如果你拿高三就好像 抱著以前的心態去炒的話 可能你真的要給少許耐性 好 知道 麻煩大家過上去提點 我們節目時間又來到這裡 休息幾分鐘 稍後時間和大家跟進回 全日總結的環節 我們看看恆子 現在保持100點又多的升幅 升136點 我們稍後再談 我們下次再見 谢谢观看